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连日来的降雨已经让我市的山体土壤变得松软 那昨晚八点是国土房产局与市气象台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三级气象预警 提醒全市存在较高地质灾害风险 大家要注意防范 前天上午在东渡路与湖滨北路交叉路段的湖北山上出现了山体滑坡 趁着周围满是绿林的山体 三道土黄色的土石滑坡痕迹从山头延伸至山脚 格外显眼 山坡上一些碎石裸露在表面 滚落的土石距离公交车站比较近 在现场工作人员已经拉起了警戒线 树立了三块警示标志 在人行道靠绿化带一侧 还堆放着三层沙带围起的矮墙 市国土房产局的工作人员表示 初步判断山体不会有大规模滑动 但是边坡上的土石风化比较强 坡度陡 在连续降雨期间还是比较危险的 行人要注意避让 现在此处已经列为重点监控区域 将有专人对地灾情况进行跟踪 及时发出预警进行处置 受西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 预计我是仍有大雨过程 对此 昨天晚上市国土房产局与市气象台联合发布了 地质灾害三级气象预警 据了解 除了湖北山外 沃市还有多处地质灾害隐患点 截至今年2月 全市再测地质灾害隐患点 共122处 其中危险性危害性较大的地质灾害点有9处 岛内两处为湖里区圆山北里公寓南侧 四名区红山公园双中魂独立岩石 其他7处都集中在同安区莲花镇和听溪镇 如果长时间降雨或者强降水期间 尽量避免到山区或者告到边坡的一些地段活动 边坡的机灵要加强对边坡的行查观测 如果有发现一些异常情况 比如边坡的开内或者掉土掉石块或者冒水 那就要立即转移地段 另一些即时降报 连续的降雨不仅容易引发地质灾害 也导致我是农业生产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尤其是水叶菜的产量减产不少 然而不仅是水叶菜的产量受到影响 一些采摘后的菜地由于含水量太高 也无法及时进行补种 海仓群摇村是我是最大的水叶菜基地 上午趁着天空暂时放晴 不少菜农正忙着在地里抢收蔬菜 由于这段时间持续降雨 田笼里到处都是积水 不少蔬菜已经被雨水给打蔫了 一些菜农说这个季节本来是水叶菜种植的旺季 可是今年雨水异常偏多 给水叶菜产量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村里种植的季叶菜 小白菜 空心菜 都有不同程度的减产 虽然现在一些水叶菜还没完全长大 但为了减少损失 菜农们也不得不将它们提前采摘上市 产量减少三分之一去的 原来您这一亩可以产多少啊 一亩四五千斤 现在呢 现在两三千斤的 菠菜 白菜 小白菜 油麦菜 都有 坏肯定坏了 这个下雨下太多了 而一些泡水比较厉害的农田损失就更严重了 陈阿婆上个月在自家的地里种下的菠菜 由于这段时间持续阴雨 这些菠菜基本上全死了 陈阿婆只好将菠菜全部挖了 准备重新种上小白菜 除了产量受到影响之外 更让菜农们担忧的是 现在不少农田由于含水量太高 在水叶菜采摘完后就无法及时补重了 记者公家段志伟报道 蔬菜的减产也使先前有所回落的菜价是又涨了起来 另外呢 由于产地供应原因 近期市场上的冬瓜大蒜等品种涨幅很大 而在猪肉价格方面 由于出篮量少 市场价格也是依然维持在高位 持续降雨天气 这水叶菜的价格就开始上涨了 上午记者走访市场了解到 不少水叶菜品种的价格都有上调 像这种一扎八两左右的空心菜 前两天还卖五块钱 今天就涨到了六块 而其他的像菠菜上海青等水叶菜价格 也都涨了不少 水叶菜因为下雨的原因 浪在菜地比较多 所以量少了 价格自然就抬上来 天气如果回好的话 应该会下调一点 此外 近期部分外调菜价格波动也不小 像大蒜 土豆 胡萝卜等品种价格都涨了 尤其是冬瓜 瘦海南等产地产量减少的原因 批发价就比上个月涨了80%左右 冬瓜贵了 冬瓜打破历史了 从来没这么贵的 六块左右 好好好 以前最贵的时候才两块钱左右吧 除了蔬菜 猪肉的价格依然是维持前期的上涨趋势 今天白条猪肉的批发价已经达到了每公斤26.2元 比前段时间又涨了一块多 市场上瘦肉美金已经卖到18块左右 排骨美金更是卖到27块左右 每天都不一样 每天都涨了 跟那毛猪过来就13块都杀过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我市的平价猪肉政策也在持续进行 到5月8号之前 市民在全市74家平价商店依然可以买到平价肉 记者于小飞 王汉阳报道 根据我市最新实施的机动车国五排放标准政策 4月1号之后 凡是我市申请注册登记的机动车 必须实行环保前置审核 这一新政策已经实施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那目前相关的办理情况如何呢 咱们一起去看看 在我市机动车排气检测中心的 环保前置审核办理处 工作人员正在审核车辆信息 根据车主或者汽车销售企业 在机动车环保网上提交的车辆信息 查询确认车辅合国五标准后 工作人员就可以予以环保前置审核通过 工作人员介绍说 这个新举措运行半个多月来 现在每天在网络上申请环保预审的车辆 已经比月初增长了不少 截至目前 我是已有五千多辆机动车通过了环保前置审核 就是单单我们这边审核是 大概应该有四百多步吧 三四百步左右 然后一开始可能比较少一点 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对于环保前置审核 汽车销售企业或者私家车主 也可以进行现场办理 但工作人员还是建议大家 多通过网络的形式来申报 审核通过后 直接到就近办理点打印审核单即可 据了解 目前在我是的机动车环保网上 汽车销售企业是主要的办理群体 因为在售汽车先期办理了环保前置审核后 就可以直接代单销售 消费者就免去了自己办理的麻烦 另外 为了让前置审核更加便利 排气检测中心还开通了 机动车环保排放达标预审业务 方便汽车销售企业 提前进行车型的预审 我建议所有的机动车销售企业 在网上先进行一个车型的预审 假如一个车型在我们系统上审核通过了 那这个车型的所有车辆 比如说一个车型有几百三千个车辆 就不用每个车辆来我们中心进行一个审核 直接在网上进行预审 那针对这个车型它系统就会自动判断 对这样就可以节约大家的一个时间 记者小慧高志强报道 根据前期掌握的线索 近日江头市场监督管理所 突击检查了东方巴黎广场内的一家日用品批发店 发现店家最近进了不少的花露水 只不过这些花露水都是冒牌的 或加上的这几款六神牌花露水 看起来包装精致 标志印刷也很清晰 乍看之下难辨真假 但厂家的工作人员说 只要轻轻摇一摇 冒牌花露水就会露出马脚 摇换一下你看上面那个 因为这个不需要你们给大家看一下 上面泡沫很多的 这就是假货 如果泡沫消失就像白酒一样的 如果泡沫消失很快的话 那就是真货 你看到目前为止上面还是一层泡沫 不仅从产品的质量上能看出披露 这些花露水的包装盒也明显有问题 厂家工作人员指出 正规的包装盒上会印有产品的生产日期 批号 条形码等相关信息 但这些包装盒上却一个都没有 然而面对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 这家日用品批发店的经营者 却表示自己毫不知情 推销员来推销的 大概什么时候来的 我也不知道 我们刚开一年多 我们不懂 那你们原来有没有卖这个六成的花露水 没有 从来没有 你也没有办法辨别它 不知道 从外观上面他们作为一个批发商也好 销售一些完全可以设备 这是最基本的那个东西 他们都没有应尽的注意的义务 江头市场经路管理所的执法人员 在现场共查扣了275瓶冒牌花露水 经查 这家店从今年2月份开始 销售这些冒牌的花露水 每瓶的批发价只要几毛钱 我们现场对侵权的商品进行了查处 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业权的商品 我们进行立案调查 根据相关的它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记者刘英杰 吴国豪 通讯员博小超报道 当前低头族 拇指一族的数量是越来越庞大 不少市民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对着手机 可这小小的手机却给我们的健康 带来不小的危害 近期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就接着了一名患者 因为长期玩手机 使得眼睛接近失明 这位小伙子叫阿权 来自龙眼 今年才18岁 前段时间刚换了部新手机 出于对新手机各种功能的好奇 使得他整天都沉浸在手机中 半个月过去了 阿权感觉眼睛越来越酸胀 视线也越来越模糊 发现视力出现问题后 在家人的陪同下 阿权来到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检查 检查后医生发现 阿权双眼已经基本接近失明 当时的眼压的话 是有一个眼睛40多 一个眼睛50多的眼压 我们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拱柱 它这个已经四五十了 已经算是相当危险相当高的 原来阿权之前就患上了青光眼 但并没有当一回事 病情本来就已经有所恶化 再加上前段时间高强度的用眼 才使得青光眼发展到了 接近失明的地步 医生告诉记者 患上青光眼并不可怕 只要经过及时治疗 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都可以康复 这些年随着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普及 再加上不良的用眼习惯 给越来越多市民的眼睛 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出现了视力下降 酸胀易疲劳等情况 和成年人相比 小朋友由于眼部功能还没有发育完全 不良的用眼习惯 更容易导致视力下降 从我们门诊接诊的看 尤其咱们针对近视来说 近视的发病率就目前来说 发病的年龄都比较提前了 那么我们现在门诊上发现 小孩子五六岁七八岁就戴眼镜了 有近视了 那么跟现在的电子产品 或者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医生提醒市民 在日常生活中 用眼要适度养成健康的用眼习惯 平时多参加户外活动 让眼睛在工作之余 也能好好休息一下 记者 肖欣高志强 同学员 阮雪芳报道 下一节还将看到 今年第一季度 我是发生暴力袭警案32期 其中一半是涉酒袭警 欢迎回来 本周一我们报道了 环岛干岛沿线 领兜段沿街市容脏乱问题 鼠地连前街道 随即采取了整改措施 市容巡报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再次来到环岛干岛 领兜段能看到 之前自新飞海房产中介门前 至街边闲置建筑内 垃圾滞流乱搭乱建 和废品回收点周边脏乱 杂物堆积的问题 均已得到了彻底整治 鼠地连前街道的 相关负责人告诉我们 新闻曝光的第二天 他们就协同领兜社区的工作人员 中队执法人员 以及街道应急小组 挨家挨户展开了 劝说执法和清理工作 相关整改到昨天才完成 街道社区为此花费了 两万多元 由于环岛干岛 领兜段沿线 都是以前村庄 留下来的老房子 沿街处的环境并不完善 道路管理单位 与鼠地存在明显的交叉点 日常管理难度很大 这次整改过后 鼠地表示会配合 道路管理单位 强化交接部的日常巡查与监管 但他们同时也希望 领兜的旧村改造 能尽快提上市区朗急的议事日程 因为只有环境完善了 领兜的长效管理 才有条件真正落到实处 记者刘华报道 以往大家在乘坐飞机时 可能会对自己财务的保管 有所松懈 不过呀 就有一名男子 将手伸向了行李架上的钱包 倒走五千多块钱的现金 本以为自己的行为足够隐秘 可是早已被临坐的女乘客注意到 最终这名男子被机场警方抓获 4月18号上午 王先生搭乘飞机从合肥飞往厦门 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刚一上飞机 他就被小偷盯上了 从航班起飞的时候 就开始盯上了受害人王先生 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受害人王先生 身上背的跨包 里面藏有钱包 并放在了头顶的这个座位上 所以他一直在试机寻找作案的机会 在飞机飞行的途中 这名男子就开始准备作案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整个作案都被临坐的乘客看到了 他开始坐旁边 在女乘客的提醒下 王先生发现自己的跨包少了1100元 于是向机上安全员举报 安全员了解完情况后 将嫌疑男子隔离到客舱最后一排 并向警方报警 当时这个犯罪嫌疑人王某就非常紧张 因为他身上还藏有偷来的另外一笔钱 他就想说 而这一笔钱的尸主并未发现他偷钱的这个过程 还未被发现 所以他就想把钱还到岩处去 巧合的是 嫌疑男子将盗窃的另一笔4000多元现金塞回尸主背包的过程 被另一名女乘客发现 这名女乘客立即向机上人员反映情况 飞机抵达后 机场公安分局民警将嫌疑男子带走 警察 这名嫌疑男子姓黄 今年58岁 河南人 目前黄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据了解 为了维护机场辖区治安秩序 机场警方积极完善预防打击机上盗窃犯罪的工作机制 在加大打击机上盗窃犯罪的同时也积极与航空公司合作 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加大核查力度 一般这些机上盗窃的嫌疑人都是多次出入境 那而且一般这些人都是无业游民 我们自己也是有一对这些人员做一个深入的研判跟掌握 那他们掌握了一些他们的订票信息跟一些轨迹的信息之后 也会跟航空公司这边做一个确认 记者玉伯菲 王汉阳特别记者傅任家报道 俗话说酒壮怂人胆 在酒精的作用下 一些人就很容易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 这其中就包括袭警 警方数据显示 在今年一季度卧室发生的暴力袭警案件中 有一半案件的袭警者是罪悍 21号晚上9点左右 有群众报警称 在镇海路第一院路口的红绿灯附近 有一辆车一直停着不动 接到报警后 辖区叫警中队民警立即赶到现场 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就停在道路中间 而驾驶员在车内睡着了 民警开始敲打车窗 试图叫醒驾驶员 五六分钟过去了 驾驶员还是毫无反应 正当民警联系开索人员前来开车门时 车子突然启动了 民警将车辆逼停后迅速控制了驾驶员 经吹气酒精测试 当时驾驶员林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为245毫克 属醉酒驾驶 除了醉酒驾驶外 林某还因涉嫌妨害公务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记者从我是警方了解到 今年一季度我是共发生暴力袭警案件32起 其中酒后暴力袭警就有16起 占了一半 警方提醒市民根据新的刑法修正案9 在妨害公务罪中增加了一款 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从重处罚 希望市民在遇到民警在执法过程中的要求 要尽量予以配合 不要阻碍执法 即使是在酒后不清醒的状态下阻碍执法 也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情节轻的会受到治安居留的处罚 严重的将会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范琪段志伟报道 在网上发布虚假商品广告 等买家支付了货款后 却用各种理由推脱不发货 以此来骗取货款 日前这起网络诈骗案中的三名男子 被私民法院判刑 被告人苏泽青 黄火安 陈龙堡都是安息人 年龄都在二十多岁 因为觉得打工辛苦 想着怎么才能来钱快 这三个人就先后凑到了一起 2015年3月初 苏泽青和黄火安从网上掌握到一些诈骗手法 于是在泉州的租住处开始实施诈骗 到5月初 陈龙堡也来到租住处 苏泽青和黄火安就向他传授诈骗方法 三个人开始一同作案 除了购买电脑手机上网卡 作为作案工具外 他们还从网上购买来 虚假的营业执照 法人证件 印章等所谓的公司资料 这样一来就更加能够迷惑买家 冒用购买来的空壳公司名义 他们在网上发布了仪器仪表等 虚假商品销售广告 通过电话QQ与买家进行联系 买家有了购买意愿后 他们就和买家签订购销合同 并要求买家先行将货款 打到公司的所谓对公账户上 而买家一旦付了款 这钱可就要不回来了 这时候他们开始 以各种理由推托 不给买家发货 就这样 一直拖延到买家不追就为止 他们把骗来的钱款 从公司所谓对公账户上 再转到另外的银行卡上 在接到我市的一些 受害人的报案后 警方在泉州将三人抓获 法院认为 被告人苏泽青 黄火安 陈龙堡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分别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涉案金额共计18万多元 三人的行为构成了 合同诈骗罪 其中苏泽青和黄火安 破坏社会管理秩序 向他人传授犯罪方法 两人的行为构成了 传授犯罪方法罪 私民法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苏泽青等三人 有期徒刑一年到四年不等 并责令被告人 退陪受害人的经济损失 本台记者和特别记者 杨长平报道 好 来看一下 今天我是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 今晚七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35 空气质量为优 再来了解一下 从上周日到本周六 我是各区的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排名情况 空气质量最好的是四名区 其次是海舱区 狐里区 祥安区 同安区和极美区 极美区空气质量排名靠后的 主要原因是二氧化氮 臭氧 以及PM10和PM2.5浓度偏高 如今装修带来的污染不容忽视 那如何让装修更加环保呢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就告诉您环保装修的五个细节 一 踢脚线的质量 踢脚线几乎出现在家中的每个角落 环保等级不达标的踢脚线 可是会释放有害气体造成污染 要特别注意踢脚线 甲醛释放量的限量值 二 空气流通很重要 在装修设计阶段 就要注意室内的空气是否流通 流动的穿塘风 不仅能带来充足的氧气 而且会迅速带走有害物质 三 光线运用要恰当 不少人喜欢家里灯火辉煌 但是如果光线运用不当 不仅会刺激到视觉神经 长时间还可能引起神经方面的疾病 所以建议选择接近阳光效果的灯具 要避免光源直接照射眼睛 四 选择配饰要当心 除了在选材上尽量选择棉码等 天然成分含量比较高的材质外 染料应无意味 稳定性强且不易褪色 这些都可以通过清洗来检验 五 装修过程中 即便使用的材料单向检测 都符合国家有关环保标准 但是叠加使用后 还是有可能出现 室内空气污染物含量超标的情况 因此在设计中 最好考虑房屋单位面积内 装修材料最佳使用量 同时还要考虑家具地板等产品 甲醇释放的叠加效应 下面再来了解一下 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一般 预计明天 我市的空气质量等级为凉 首要污染物是二氧化氮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区新闻广场 铁路文化公园 红杉隧道内的壁画 遭到人为破坏 到底是谁在壁画上乱图乱刻呢 请看稍后播出的道德讲堂 我是诗涵 祝您晚安 感谢观看